- 台股新攻略,帶你掌握全世界,投資朋友大家好,今天禮拜五了,這禮拜過去了 這幾天可以,國際股市是ok的,都在漲 美國股市昨天又漲了1%多,那非成半導體漲3%多 你要記得一件事,中美貿易是蛋最容易跌的跟漲的就是廢成半導體 當它趨於穩定的時候,雖然我說過 這個川普已經的貢心力越來越不足了,民調快速下跌 因為他還會說謊,川普也會說謊 這個在我們國內是要製造假新聞,不知道被人家罵成什麼樣 而且一個元首,他居然會說中國有打電話給他 那中國也顧他面子,那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投資朋友,等一下我們先看看你先加入我的好友 小老鼠Y1S528,小老鼠Y1S528 好,美股這樣漲,這個牙股都這樣漲 為什麼台北股市,今天一樣是漲喔 今天是漲喔,漲不多啦 那但是有些東西大家一定要知道,我還是強調 你再忍耐個一兩天 我再強調一次,山頂上完有誰能贏 底部進場不贏也難 像這個,不是對跟錯的問題 現在這個,有沒有 這個成交量都太大了 我的成交量都太大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這個已經吃幾萬張了 你看這個,昨天這麼大的量 今天都沒有高點,這個今天沒有高點 差不多了,這個短線上都高一個段落了 因為你看他們漲的嗎 都漲成這樣子了 所以這個要進入橫向整理 會不會大跌不盡然啊 但是我覺得好的股票不是這樣子 我再講一遍,你看這個 看這個 這股票每天都有高點 每天都有高點,今天都還是小漲 每天都有高點 每天都有高點 慢慢來,已經突破重要的一條線,有沒有看到 長線的已經突破了 那突破之後,之前過了之後一定會稍微下來 這是規矩 但是如果 下禮拜 再突破就整個上去了 注意喔 好,國距也是一樣 國距也是一樣 他突破了 突破現在在高檔 在這個位置 他不叫高檔 你看他圖形就知道了 他那也是高檔 他在歷史的相對低檔區 有沒有 應該說這一兩年的相對低檔區 不過他已經突破了 你看多久 你看這條線啊 多久沒突破了 有沒有,都沒有突破 只有在這個地方突破過一次 但是,有沒有 滋購就整個下來 現在突破 這條是重要的移動平均線 都沒突破 現在突破了 應該是季線 你看喔 是不是 應該是季線 很漂亮喔 他在這邊三天沒有下來 禮拜一就上去了 中國大陸已經在醞釀一波 所謂的MLCC調漲潮 全世界兩大 前兩大 一個叫春田 一個叫太陽幼電 這兩天都在大漲 太陽幼電漲更多 兩天漲十幾趴了 漲十幾趴了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我說過 今天這裡 這個有一點小小的上影線 有點小小的上影線 因為突破 突破線型打到那個下影線是合理的 那這個是 風華高科技的唯一供應鏈在台灣的 因為它入股它 所以所有的被動元件 你把上半年調出來 像國具啊 上半年啊 上半年的EPS 比去年衰退七成 只有這檔股票 3624的這檔股票 上半年居然比去年還成長 所以今年的EPS 一定會去過超過去年 被動元件 今年誰敢說它的EPS 要超過去年的 只有它 只有它 這很奧妙喔 那你不用管它震盪一下 難免的 山頂上完有誰能贏 底部進場 不贏也難 你慢慢晃著 等一下喔 2492的也都是在最後關頭 因為它比國具的技術沒有好的年輕 所以它這條是走平的 所以它本來就是一直沒有 國具還有破底 它沒有 所以它算是 算是盡量來探年線 有沒有 探年線 這差一小步 每天都有小漲一點點 2439的也是 山頂上完有誰能贏 底部進場 你根本不用怕 它就在底部 基本面很好 它就在底部 聽我講喔 這個東西 6111的也是一樣 6111的也是一樣 都是在這邊晃 網農今天又漲了 那指數不會 馬上不會再大漲了 因為這兩天 就國際股市來講 他們一定也會稍微做震盪整理的 不會馬上大漲 反而是這一些股票的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有點小小耐心 尤其呢 我舉例一檔股票 當作就是這一檔 本來應該要一路大賺的 結果我們太早就出場了 太早就賺出場了 你看這還在漲 還在漲 就是減榮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有一點點小耐心 很多股票將來都會走這次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叫做底部 你在這裡叫底部進場 你這邊都比較沒什麼 到最近這才開始一路比較明顯大 一樣的你現在要一點小小耐心 美率也是一樣 這個都是很好基本面的 都不會變 因為這兩年剛剛公布財報 2456的奇力心 注意到這種股票 注意這種股票 奇力心也是準備要漲的股票 這個被動元件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 好股票你不用太擔心 你只要注意我跟大家講的 叫做山頂上碗 有誰能贏 底部進場不贏也難 你看這些什麼系列 被動元件跟矽晶圓 這都是長期的底部 有沒有看到 這個待會差那麼多 你看這個232329的 27的國具也是一樣 長期底部 2492的也都一樣 都蓄勢待發 6488的 我跟大家講 它今年的EPS 不會比去年差 股價怎麼可以這樣子跌 怎麼可以像這個跌人這樣子 有啦 稍微衰退 稍微衰退 但衰退幅度 至少沒有像被動元件 那一口氣掉七成的EPS 國具就是一樣 但是因為它股價也跌幅滿足了 跌幅到達滿足了 這個啊 6488環節比去年 跟去年的EPS 根本差不了多少 比去年差啦 預估可能比去年差 上半年比去年差一點點而已 國具上半年比去年掉了七成 但股價也回檔到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的機會相當大 這個也是這大盤的命脈 注意喔 還有被動元件矽晶圓 還有平蓋股 10號財報公布完的時候 這些就會狂飆一波了 這兩天反映一下財報而已 好不好 注意我跟大家講 歡迎投資朋友加入我的9800 小老鼠YES528 小老鼠YES528 台股新工業 謝謝祝福您 我們下週見